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 银保监会立即印发了 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 金融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那么这里边就明确了 对受疫情影响 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 要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清洗 灵活调整住房按揭 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 那么合理延后还款期限 随后人民银行财政部 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 五部委联合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 这里边进一步明确了 灵活调整住房按揭还款安排 合理延后还款期限的政策措施 那么从执行的情况来看 银行机构按照监管要求 完善工作机制 明确申请流程 拓宽办理渠道 积极做好政策落实 2020年以来 银行机构通过延后还款期限 调整还款计划 以及对符合条件的客户 不催收 不报征信 不纳入黑名单等措施 为受疫情影响的客户 纾困解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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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